中國跨境交易人民幣的使用率竟然是首次超過美元 我們看看是發生什麼事 根據中國跨境貿易現在就出力推人民幣結算 而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在3月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幣首次超過美元 創了13年以來的新高 大陸媒體形容這是去美元化的里程碑 中國國家澳會管理局官網21日發佈了一個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數據 顯示今年3月人民幣收支金額超過美元 而大陸媒體《華爾街》見聞又報導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所發佈的數據 2023年3月人民幣在中國銀行代客涉外收支中的佔比 由2010年近乎零水準上升到48% 刷新13年來的歷史新高 而同期美元占比由83%降到47% 歷史新低 而中國近年也很積極推動人民幣結算 去到2022年中國跨境貿易用人民幣結算的規模 亦有二年增加到37% 整體外貿結算的比重大約是19% 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發言人 在21號第一季新聞發佈會上講到 人民幣現在跨境使用裏面的佔比不斷提升 2022年接近50% 今年第一季再進一步提升 是可以降低跨境交易裏面貨幣錯配的風險 而在推動人民幣結算方面 之前其實與俄羅斯合作最積極 但今年越來越多國家與外國公司 與中國交易都開始拋棄美元 或者討論怎樣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巴西政府3月29號 就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不再用美元做中間貨幣 而是大家都以本幣進行貿易結算 而巴西總統之後公開呼籲 金磚國家希望大家都用本幣結算 去到3月28號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與法國杜達爾能源 都達成首單用人民幣結算的進口 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 另外東協各國國家亦都討論 要怎樣減少金融交易及變對美元的依賴 而馬來西亞方面亦都講緊 說無理由繼續用依賴美元 根據央視所講 阿根廷26號都宣佈 將會停止用美元 來支付對中國進口的商品 轉去用人民幣結算 現在看到了 市用率是叫做高了 這個情況其實就是 在大陸方面 它對外造貿易 希望可以叫做盡量減少用美元 現在數據上都叫做得到 好了當然可能會有人講 你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率還是很低 現在你講這件事說去美元化太早了 你現在都是要用美元的 但你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 去美元化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就算它真是想做 想做想成功 都要十幾二十年時間的 不可能一下子就沒有了美元的 可能到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是美元、歐元、人民幣 那當然成不成功 都是未知之數的 但至少看到的使用率是高了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更新到這裏先了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